中秋节快要到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几款月饼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最爱的蛋黄椰蓉馅月饼 蛋黄椰蓉 蛋黄 这些都是广式月饼 因为只有广式月饼 这些是广式月饼是蛋黄馅的 还有这个应该是最新的吧 板栗 板栗的 这个是中国北方人比较喜欢吃的一种口味 枣泥 枣泥馅的 这个比较特别 也是最新出来的一种口味 芝麻馅 黑芝麻馅的 好的 那我今天会选一个是最喜欢的这个蛋黄莲蓉馅 我最喜欢这个蛋黄莲蓉馅 我们来尝一下 是这样子的很可爱 现在的月饼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们以前的月饼都是圆的 现在是做的是各种各样的 这有写一个福字 好 我们把它切开 嗯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蛋黄 是咸口味的 然后这是椰蓉 因为这个蛋黄椰蓉馅的话 比较口味比较重 所以我们就把它切小一份来吃 尝一尝 嗯 味道不错 很好吃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试棗霉馅的月饼 这是做了一个荷花形吗 棗霉馅 棗霉馅是北方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形 满满的棗霉 好 我们来尝一尝 嗯 满满的棗霉 嗯 不过这家做的月饼 我觉得还是棗霉馅做的比较正宗 真的很好吃 嗯 好吃 好吃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